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喜欢靳晨 她是我的朋友 就算是各有特色 但还是有高低之分 会有 你可以喜欢哪一个的差别 奶奶 今天就是让大家品尝甜点 只要大家觉得开心 有趣就好 不用比较 没错 我跟俊成来是来交流的 不必分高低 没关系的 我就是想要知道河伟的感觉 想要知道河伟到底喜欢哪一个 马卡龙我觉得比较新鲜 色彩缤纷亮丽 特色明显 人在第一眼就吸引人的注意 那芋头酥呢 芋头酥 外形朴实 口味单纯 没有马卡龙的口感丰富 那你的意思是比较喜欢马卡龙 不 这只是我一开始的感觉 吃多了就会发现 马卡龙太过甜腻 而且也因为太有特色 太积极想要表现 容易有攻击性 容易让你觉得有距离感 马卡龙没有那么差吧 是 它是不差 但是好不好吃 就一人而已 你到底喜欢哪一个 说清楚 我喜欢静晨 思玉头书 各说的是玉头书 不是玉头书 是静晨这个人 我喜欢靳晨 她是我的朋友 我喜欢靳晨 这就是你的答案 我和靳晨一见钟情 哥 你不要开玩笑 你还一定生气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相信 需要我给个理由 可是 遇到对的人 爱 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所以 早在两天一夜 或者更早之前 在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在一起了吗 是的 你隐瞒有招往的对象 还跟我相亲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对不起 我一直隐瞒 是因为我怕刺激到奶 你现在说出来就不怕刺激奶奶 我现在说出来 是我更怕 让靳晨委屈 不公开 已经委屈她 跟老板 现在又要她眼睁睁地看着奶奶 把我跟凯琪凑在一块 这 太爽大了 没关系的 好了 不要再演了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串谋演戏吗 尤其是恒维尼 根本就是为了躲避相亲 把他找来假扮你男朋友 我知道奶奶一定很难相信 我怎么可能突然间爱上男人 但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努力向奶奶证明 我对靳晨的爱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突然放弃了留言计划 直接摊牌 但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有愧疚 要后悔 你那么爱奶奶 结果却惹她这么生气 怎么啦 不吃了 对不起 奶奶一直逼我 凯奇也在 让我压力好大 临时改变战书 没先告诉你 我不是责怪你 我是担心进度拉太快 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你放心 只要不要暴露你真实的性别 我会依照合约给你两百万 不只是因为两百万 还有你的计划 现在离三个月还有一大段时间 现在奶奶知道了 就一定会有公事 如果奶奶觉得一个凯奇不够 还长得千千万万的凯奇 怎么办 你怎么会在担心我 你应该担心你自己吧 奶奶针对的不会是我 还有凯奇 只要她不死心 她的攻击力也不会弱 你忘了 我本来就是炮灰 你放心 从小到大 我跟我姐就是我爸妈的盾牌 各路邻居的刁难 占便宜还有申诉 口水被喷了很多 身经百战 很耐扛的 反正你就好好利用我这个炮灰 去完成你想帮爷爷 达成梦想的心愿 怎么了 不吃了 是不是因为太干 那我去帮你买饮料 你太急了 你现在的做法跟之前计划都不一样 你现在的做法跟之前计划都不一样 之前你问我还要不要继续 我坚持不停手 但现在我也开始担心奶奶的反应 你是怕时间一长增加奶奶发现 进城市梁雄雄孙女的几率 一个太阳饼 让我开始发现计划变得危险 我不想要勾心奶奶的伤痛 我只想要赶快出口气 给人家一个教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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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